我們看到他這邊寫的解說牌 三胸壁剛好就是有三顆的紅塊 在一個島墓上面 這也是檜木它的一個更新的很重要的機制 那我們講說檜木它其實在更新的時候 其實要透過比較大的崩塌 但這個崩塌的區域它也剛好必須在雲霧帶 因為我們台灣因為橡圓侵蝕的關係 然後我們這邊的溪谷崩塌的這個頻度是很高的 我們講的頻度是當我們時間軸拉長的時候 然後它是崩塌的情形產生了這些檜木 它可能定期在幾百年就有一個大的崩塌 產生一個新的檜木又長上去了 那其實在這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時間裡面 如果這個地方還沒有崩塌的時候 那檜木它其實在沒有崩塌的狀況下 它可以產生一個在森林裡下 它只要樹倒下去之後 它產生了一個破空的效應就是孔季 當陽光灑進來的時候 這些檜木的種子的小苗 它才有辦法在陽光下面 它可以發芽可以生長 所以這個大樹倒下來 它扮演了另外一個它的苗床的一個環境 然後讓這些小樹能夠長起來 所以這個是當時倒下的一個檜木 然後上面有三顆種子在這邊發芽所長起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鏡頭帶到那邊去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邊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幾個時期是差不多就是伐木的時期 所以它會產生的叫做 也不稱作叫做二代木 那我們講的二代木 講的二代木或三代木 講的是它在自然更新的狀況之下 樹倒下去了 然後所產生的破空的狀況 但這一個呢 為什麼在上面會長出這些檜木 它也產生了一個光照下去 為什麼光會照下去 因為這一棵樹不見了 這一棵樹被砍下來了之後呢 它的整個光 因為它的樹冠非常的大 直徑有將近快二十公尺 這麼大的一個樹冠不見了 整個光照在這個地方 當光打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些胎仙 胎仙跟第一所產生的這樣的環境 還有這個濕潤的環境 就讓這個檜木的種子在這邊發芽 一發芽之後它的根系就長下來 它其實就形成 它機制是同樣的 但是呢 它不是一個自然的 它是一個人為所產生的一個現象 所以猜猜這一棵 這三棵樹幾歲 一百 一百 一百歲 我們大概評估 1912年從二萬坪開始砍 砍到這邊的時候 大概已經快1920年了 所以1920年離我們現在多久 將近快一百年 所以當這棵樹砍掉的時候 如果說在砍掉的那一兩年發芽的話 它差不多就是一百歲 所以一百年長成這樣子 它其實要長很久 它才有辦法成材 所以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這個是我們看到的情形 那我們往這邊走囉